6支技術或將成為美國 押止中共的新發力點 12月8日 中共黨媒新華社的分析文章 引起外界關注 文章說去年10月 美國電信行業解決方案聯盟 牽頭組建了下一個支聯盟 建立6支戰略路線圖 推動相關政策等 目前已有高通、蘋果、三星等 幾十間信息通信行業巨頭加入 而中國的華為和中興被排除在外 不僅如此 文章還表示 美國還不斷加強 與歐洲、日韓等在6支領域的技術合作 希望能奪回通訊領域全球主導權 壓止中共 例如今年4月 美日發表聯合聲明 表示將投入45億美元 研發6支技術 6月韓國宣布 未來5年將投入2,200億韓元 約合人民幣12億元 通過韓美聯合研究 全力佔據下一代6支通訊核心技術製高點 美國也不斷為盟友發展6支技術提供便利 11月 三星電子在美國啟動6支試驗 觀察認為 喜歡自我吹噓的中共 主動高調來講6支問題 是因為它很清楚 民主國家正在對它進行科技圍堵 但是在生產的部分沒有辦法跟西方國家和台灣相比 習近平先生他原本說的2025中國製造 在這種科技圍堵的情況就無法落實了 所以才會有這篇文章出來先做評估 報導引述學界觀點認為 6支在多項關鍵指標上 比5支有數倍甚至上百倍提升 台灣國立大學電子工程學系 專任教授林中南表示 預計6支將加入低軌道衛星技術 這一個能夠解決傳統5支的通訊盲點 遮蔽這些低軌衛星的網路訊號 但是終究是那個會擺命一輸的 所以對於中國它在前置人民的思想 的漁民政策就會產生很大的破口 這是中國它最擔心的部分 目前全球42億互聯網用戶中 有9億中文用戶 他們大多數生活在中共設立的防火牆裡面 電動汽車公司 特斯拉創辦人伊隆·麻士克 之前提出的星年計劃 讓地球每個角落都有寬頻通訊 業界認為雖然不採用5支技術 仍然將會打破中共的防火長盛 現在與5支相比學界預期 6支將包含移動蜂窩 衛星通訊 無人機通訊 可見光通訊等多種網絡接入方式 可構建空天海地一體化網絡 實現全球無縫連接等 台灣國防部致富 國防安全研究員學者蘇紫雲說 6支除了能減輕能源負擔 減少通訊死角 最重要的是中國百姓 只要能夠接收到衛星信號 並能購買到可以使用6支技術的裝置 就能夠突破中共的網絡封鎖 再加上基本上衛星的時候 這樣比較偏向或者是山區 它就不會這樣轉航的5支的話 沒有這個力量抬 涵蓋力不好的這樣的一個問題 專家指出 中共之前透過不公平競爭手段 讓華為等中企在5支技術上 取得全球領先地位 特朗普總統當政時 已經認識到 這個對自由世界國家的安全 會造成重大威脅 因此採取壓制手段 而未來 人類生活和6支將更加緊密結合 不讓中共這種威權體制 來參與6支建設 再正當不過 臨中南認為 美國和盟友正在與中共打一場拳擊賽 加速推動6支建設 這個是必然趨勢 через一秒鐘 能夠 超紅 影響